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展身手 那么说 作为减肥者的你 一大桌子这个菜呢 你怎么去吃 怎么选择 如何吃才会更健康 吃不胖呢 那么说 今天我就分享几个 回家过节吃不胖的健康小妙招 欢迎你点赞收藏 妙招一 饭前要先喝水 并且放慢吃饭的节奏 吃饭呢 不易过快 应该说 放慢速度 慢慢吃 同时呢 还要避免因为这个饭菜可口而导致的 暴饮暴食 在菜品的选择上啊 告诉大家一个诀窍 先吃海鲜 再吃瘦肉 最后吃蔬菜 如果最后还有点胃口的话 少量吃一些主食 半拳头吧 半拳头 别吃一拳头了 妙招二 你一定要多吃蛋白质了 这样的菜类啊 让你长胖的 它不一定是大鱼大肉 海鲜类 鱼虾 蟹 贝类 还有这个鸡肉啊 鸭肉 兔子肉 羊肉 牛肉等 含蛋白质都很高 但是呢 它脂肪含量比较少 这些个东西 就刚才我念的这些东西 你可以放心的去吃 一方面 是由于这个肉类食物 经过各种烹饪之后呢 色香味 俱全 当然说还是蒸煮 蒸煮炖最好 它容易让那个味蕾 得到满足和享受 另一方面 肉食类的这个食物 它饱腹感很强 摄入了大量的这个肉类 通常 它会占用这个碳水化合污的 这个摄入的空间 且呢 优质蛋白质 它有益于身体的健康 蔬菜类呢 不论是作为凉拌菜 还是炒菜 它都不容易长胖 你随便去吃 可以尽情地吃 多吃一些 都没事 需要注意的是啊 有些个东西不能随便吃 像鸡爪 猪蹄 五花肉 还有那个粉丝炖肉 这些个都尽量要少吃 或者是不吃 妙招三呢 咱们在饮料上啊 也要说 注意饮料呢 是餐桌上 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随着人们对这个健康意识的 逐渐的提升 对含糖量这个 饮料高的吧 它那个危害呢 也就是说 大兴有进一步的了解了 咱们呢 可以选择百分之百的 纯椰子汁啦 零卡饮料啦 苏打水啊 豆浆啊 豆浆不错啊 奶制品呢 黑咖啡啊 无糖茶饮等 健康饮料 那么说 第四个妙招 最后一个妙招 水果坚果 适量吃 不少的这个水果里边 含糖量是非常高的 它不利于人 这个减齿的人呢 呃 这些个人群 糖量病的患者 也应该少吃水果 结果虽然说 含有各种的 丰富的人体所需要的 优质的营养成分 但是呢 脂肪含量有些过高 且容易说 过量食用 一吃就吃多啊 如这个瓜子 花生 这个这些类 要少吃 还需要啊 控制它的 控制它的食用量 最后提示大家的是啊 不管你吃啥 一定要适可而止 适量 不要只吃一类的菜 因为过多的摄入某一类 单一的这个食物 不仅不能减肥 还能会导致你 营养物质的不均衡 比如说 只吃肉的人 他不吃蔬菜 他更容易便秘 这个需要注意 经常喝这个 含糖量高的那个奶茶的人 常常皮肤就不好 皮肤是被糖化的 这个糖危害极大 且容易更容易患这个糖尿病 那只吃蔬菜 不吃肉的人呢 他营养更容易失常 精神状态呢 有些差 因此呢 在饮食上又学会 有选择性的吃 就不会长胖 营养均衡 才会健康过节